今年的1月上旬寒流来袭 根据统计 全台在这两天就有100多人 疑似因为低温而猝死 最年轻的只有35岁 花莲门诺医院心脏外科医师就提醒 尤其是有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三高患者 即使按时服药定期的回诊 一旦忽然的发生大面积的胸闷、胸痛 还是要尽数的救医 天气冷收收 今年1月上旬寒流接二连三持续低温严寒 根据统计 日前全台在短短两天内就有100多人 疑似因天气太冷而猝死 其中不乏青壮年族群 花莲门诺医院心脏外科医师黄振明表示 天冷一定要记得保暖并留意温差变化 否则血管突然收缩 有可能引发心血管疾病 在年轻人身上不是不会发生急性心肌梗塞 因为他有可能因为血管症软而猝死 所以保暖工作第一个是一定要做好 再来是蚊茶 因为我们比如说在棉被起来的时候 通常如果半夜续上厕所 或是早上一早起来 我会建议一些患者 或是其实应该是所有人都要养成这个习惯 就天气冷的时候 床边要放一件外套 你先套起来之后比较不会冷 你再起床 因为不然你一起来之后 遇到冷空气有的人就倒下了 所以其实在半夜猝死的人相当多 再来就是如果你在家里 或是在车上在吹暖气的时候 记得跟室外的温度不要差太多 因为你如果比如说在车上 你设了25度28度 那你跟外面的温度超过10度的温差 你一下来的时候 除非你外套赶快套起来 不然这样子的温差 可能会导致血管突然急剧收缩 假设在家里在量测血压 发现说你的血压有偏高的病人 其实你要及早反诊 即使是拿主方签 你说我的药物还有 可是还是要及早回去反诊 去调控你的血压 把血压的药物调整 三高的患者 大概隐时还是维持正常 不用特别去冬令进补 那如果要冬令进补 尽量油跟盐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尤其是这种饱和性 我们叫动物油 这种是比较不好的脂肪 所以如果假设你可以的话 把这些油撈掉 医师呼吁 有三高的病人 一定要按时服药 定期回征检查 一旦出现大面积 胸闷胸痛 伴随冒冷汗 更应尽速就医 此外 吸烟 年长 肥胖 以及三高患者 平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除了要避免高油高盐食物 也要避免泡热水澡或泡温泉 造成忽然的心脏负担 继续讲帮演 华林区报导